上至99,下至刚会走,无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在杂技之乡河北省无桥县张松村有一个农家小院 这里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间杂技演练场景 日前记者一走进这个300多平民的小院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 十几名杂技演员正在练功 晃馆,登方桌,五流星 一个个精彩的杂技节目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67岁的何书胜是这个小院的主人 他从四五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练习走钢丝,骑渡轮车 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祖班子带徒弟 并在全国各地进行演出 四十年来不管外界情况如何变化 何书胜始终坚守着杂技小院 以这种方式传承着祖辈留下来的记忆 我们的祖辈、父辈 祖祖辈辈在这一个小院的神村 联系、培养学院 我们是一个杂技世家 到我这得留待 我想把这个杂技艺术传承下去 我不想把它弄丢丢丢 据何书胜介绍 杂技小院目前教授的传统杂技项目有六十多个 几十年来从这里走出的杂技演员已经超过了三百人 目前有二十多名弟子在杂技小院学习 这些弟子来自全国各地 年龄从八九岁到二十岁不等 他们每天上午学习文化课 下午就在院子里联习杂技 来自陕西沿岸的张鹏从小就喜欢杂技 十二年前 在奶奶的支持下 她从黄土高原来到杂技之乡 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在这边学了十二年了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了特别的多的杂技和技能 再一个就是我感受到我的老师对我特别好 教我怎么做人 教我一些很多的道理 我的梦想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出去演出 就是平凡的演出就可以了 在何书胜的徒弟们看来 杂技小院更像一个家 在这里他们不用交学费 而且吃住都是免费的 何书胜一边给徒弟们传授养家户口的记忆 一边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做人 徒弟们到了适婚年龄 他还会热心的帮忙张罗孩子们的婚事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成功为三个徒弟举办了婚礼 他们吃饭 穿衣服 冬天的面衣 夏天的单衣 都由我来负责给他们安排 孩子们来到我这儿就是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大家庭 尽管已经67岁了 但是何书胜除了带徒弟 自己每天还在坚持练功 近年来他挖掘和恢复了气功特技 提现木偶等一批民间绝活 让何书胜感到欣慰的是 在他的影响下 儿媳和孙女也都喜欢上了杂技 杂技世家后继有人 我就是充实杂技世业的 和杂技世业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还要学得了 干得了 不断地坦说 学习 把这个杂技世业把它发展好流 叫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杂技 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